然后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上过数学课 你怎么可能不上数学课 他只要一上课我就出过 我就去对面自己是我自己的 生人的时候他送我一套悲剧 是他把他妈结婚的时候用的 你好关注考试啊 我那时候发的都是考试的东西 跟他吵完之后 下一次考试我数学考了146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其他的那个规模空间 你说吧 你是什么时候 你想看我初中高中还是大学 高中吧 我觉得 这次考的生不如死 我发的都是那个学习考试相关的 应该是学霸 呜呜什么 别喝了好 哈哈的妈妈在结诗论 眼泪始于弱者还是妈的大宝妈 含着眼泪继续奔跑而不让眼泪掉下来 哈哈哈哈 底下有人评论 你们母子好和谐 什么 我以为凶蠢的是我 结果是我妈 我妈多立志 我妈那时候就很没安慰 好精彩啊 别人说说精彩的地方都是自己 我妈 你好关注考试啊 我那时候发的都是考试的东西 你好关注考试 我那时候说说很无聊的 都是学校考试 2013年的第一个精神一切都过去了 重新开始吧 加油 嗯 是没考好是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是上学的时候很爱学习 我想看一下你高考 你哪年高了高 13年啊 13年啊 13年什么时候 13年6月份啊 那我们看一下他13年6月份都说了些啥 好激动好激动 6月8号是什么 考试考完了是吗 考完了 艺人觉得很赞 你是说什么就一个人点赞吗 咱们当时是怎么 全班同学都没有加好友吗 没有那个时候已经大家都已经就不怎么用 真心觉得化学很坑 你化学不好 没有我化学买分是100 我是80多还是90多 那很厉害 就是觉得没看好 我当时化学很差的 我就是 离书家才不到一倍 我真的我很差 我当时物理物理我记得40多吧 然后化学好像才30多分 我主要是差在物理上 大家不要学习 就靠上学 不是 大家不要学习 大家不要学我 大家小学的时候还是要好好学习啊 嗯 再往早翻 我可能高一高二的时候 化的很有意思一点 高一高二 今天对不起大家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是在班里面放屁了吗 还是干嘛 我也不知道 我记得好像是就是替同学出头什么的 然后 哦 你还会替同学出头呢 我忘了是不是那些事了 就是我们班有两个女生打架 你们班都是女生打架 然后我把门闪锁了 因为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 我们那个年纪主任 我们班主任在外面撒门 我就是死活不开 我说你们走开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 睡觉吧 妈妈玩 咋啦 你们同学一个屋檐下 还要评论 我想评论 这种东西 你们戏很多 真的 我觉得真的戏很多 怎么了 我们俩要不住一个屋檐 我想说这个 到底怎么了 我们书学老师 我不太认可他的一些教育方式 你不喜欢他 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班 就是有一个同学 被他叫到黑板上 答一道题 然后打错了 他罚全班同学 把这道题加答案 写一百遍 我想说他最后真的会看你们 到底写不写一百遍 不会 但是我不认可这种教育方式 所以我就写信 给校长 投诉他 被我们班主任来下来了 那时候我记忆特别深 就是因为那个事嘛 然后我就跟他闹得比较不愉快 然后从那之后 我再也没有上过数学课 你怎么可能不上数学课 他只要一上课我就出去 我就去对面自己 是我自己学 能行吗 然后 紧接着 跟他吵完之后 下一次考试 我数学考了一百四十六 自学的是吗 然后那个 就是整个学年大榜 就是第二名 六个人的情人节是什么 就是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学习 现在看这个文字 看这个鬼 没有 我记得那天 那天我们是 情人节那天 然后我们那个六个同学 我们去那个避风堂 去那个学习 也就是一个坐着的地方 然后去自习 真行 都是去学习的 去学个鬼呀 那么吵的环境 没有 避风堂是很安静的 不会说话 就跟自习室一样 我就 我现在看到那些去 就是 去咖啡厅的 学习的孩子们 我还觉得挺疑惑的 因为那么嘈杂的环境 要是我的话 我其实是学不进去的 其实还好 学得进去的 看一下 这些哈哈 近些年的吧 啊 近些年 我都没有发什么 你大学的 大学全都是在 大学都没有在学习的 这是什么 好恶心啊 这是我做的面 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恶心啊 这是我第一次做饭 什么 碰一个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第一次 自己做的面 你这里面 想问一下采访 你放了什么东西 把篮根包 等一下 这是什么呀 为什么不这样 菠菜 这颗是什么 就是鸡心嘛 不是木耳锅 而且它颜色还不均匀 你知道 第一块 第一次做饭 我们理解一下 现在肯定会 虽然我 虽然我不是很物质的人 但你要是送礼物的话 我是不会介意的 你才那么不要点 我这辈子是没有机会 在寝室过生日 对 因为我过生日都是过年 就是很少有机会 跟大家一起过 天哪 我已经说了好几条 你生日发几条 今年的生日 华丽丽的过完了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 因为这是第一次 我跟就是同学朋友 在一起过生日 因为之前每次都是那个 我小时候是过英丽生日的 就是正月初六 然后从那个大学开始 才过杨丽 然后才有机会 跟同学在一起 哈哈有玩的这个 他玩的才是43分 你刚才是12分 记着呢 因为我身边的人 大概都是10分左右 所以我觉得我已经很厉害了 这个你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花 老爸送老妈的节日礼物 这是情人节 我爸送给我妈的 然后巧克力全都给我吃了 巧克力归我了 哇一口脸 这个很好吃 很好吃 这个加心的那个 对 欠条 因想上厕所 因此求我请帮忙 以后请518全体 只能回答 我条件 他自己说 签字 签字也是 老头 是小 我觉得大学都觉得 大学真的好多的欢乐 其实大学比高中欢乐多 因为高中都在学习 这个是去干什么了呢 这个是我们社团 然后出去去那个鸟岛玩 去鸟岛玩 哇24张呢 别人都在拍照 哈哈在吃 我在吃什么 因为女同学拍照 我记得在叫什么 好了 就是今天哈哈的最后一条说 这张照片也是当时 我跟哈哈认识的时候 就是她的喜欢大连的天气 你那时候去大连玩 啥时候我再带你去玩吧 那不用 哈哈哈哈 真的还不错了 好了总结一下吧 觉得就是还是挺美好的 就是以前的那些时光和岁月 就我都已经忘了 我都忘了 我怎么可能 真的忘了 我真的忘了 我觉得我发春始源那些 哎呀怎么都忘 对啊 我真的 我都 我都没有印象 我竟然会发那些 那个 还有强人呢 哈哈哈哈 对 反正就是非常 我觉得很美好 我觉得虽然那时候很 很青涩 很幼稚但是 嗯 不像我都在学习 根本就没有什么追星之类的 就大家看了这期视频以后 也可以去翻翻自己的 同年 就是青春那些那些事情 对这就是青春纪念册 希望这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视频 希望大家喜欢 那些情绪不管当下有多糟糕 你可能会很难受 可能会很怀念 嗯 但是现在想起来都会觉得 还挺美好的 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 嗯 真的 好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趋向成人了 正常吗 开始变得像现在的自己了 嗯 就是 你看这叼各种奇怪的 哈哈哈哈 开始照着开始 这什么眼镜出了 嗯 嗯 嗯 那时候开始听薛之谦了 对啊 开始听薛之谦了 对 方圆基里我的心要不回心从你 嗯 什么啊 就是这个 哈哈哈哈哈哈 就说他嘴里喜欢叼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这什么 护照 那时候都护照 护照 我二零年时候把我的推车的名字也改了 我之前好像叫 微听乎密 哈哈哈哈 啸啸啊 大家也知道 其他叫啸啸 是我妈 我不叫啸啸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多爱一个人 除非你看到他就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 怎么了 谈恋爱了 谈恋爱了 12年是什么时候啊 高中 高一 高二 高二谈恋爱了 没有 开始说剧情了 小贤确实很不容易 第二季要选择B还是D 第三季还有选择3601还是3601 或是3601 什么 就是安心公寓吧 当时那个就是 觉得他一定要选择一非 我也不想让他选那个谁 对所以我都没有把另外一个选择反出来 嗯 那你现在有没有去美家那边买东西啊 没有 我都 哎我好像也没买过 哈哈哈哈哈哈 我都 我 所以没买过 哎呀 不小心弹出来了 好